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在修VCC课程的时候 现在编了一个大家共同可以浏览的一个影音教学影片 这影音教学影片总共要教各位同学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效务系统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效务系统 这个效务系统里面学生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你的1mail 学校帮你开1mail 那这个1mail 各位一定要做转性功能 转到你常用的 因为你不可能两个mailbox常开 你不可能 那我个人没有学生的账号 所以我在线上现在打电话来请了一位同学 就是资管系黄重跑黄重学他也在线上 重跑你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是温教授学生 黄重跑他是资管系二年级的 那已经快毕业了 那因为学生才有他的账号 所以我待会秀给你看的时候 他就会送他的账号给大家看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校务行政系统 第二个就是我们学校的数位仓储 第三个就是我们学校的数位学习 数位学习平台 大概就是三样东西 这一段我先跟各位介绍我们学校的校务系统 数德科技大学就是由于他有非常完善的网络设备 跟非常完善的资讯系统 所以到目前我们的资讯系统一直都是全国 非常其实是顶尖的 非常顶尖的 各位同学可能以为我是在吹嘘 我没有吹嘘 我曾经担任过国立高考师范大学的 丁丹中心主任十年 所以各校的网络环境我非常清楚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务行政系统 那这个校务行政系统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进来 我可以从校务这里进来 从校务 各位可以看哦 因为我是教职员嘛 对不对 我就可以从老师这里进来 从老师 老师里面的系统其实它是蛮完整的啦 在这些系统其实它是蛮完整的 那它里面有各式各样 你可以从下面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需要整个系统 就是有这些东西 那我可以打我的账户 我现在就打我的账号 我打我的账号 然后我打我的账号 你们可能都还没有看过老师的系统哦 因为没有一个人做这个给你看过 所以我现在就做给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是从老师进来 我登陆到账号密码 然后我登进 这部分就是 老师的 属于老师的效务行政系统 那老师呢 常常就是要去写课程大家 老师要去编定学生的改成机 还有老师的数学化学习 整个都从这个地方进来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的功能相当完备 我们有电子公文 我们学校的电子公文呢 也是用网络的 我老师有1mail 还有学校这里面呢 有各式各样的功能都在底下 各位看看 我们学校分给老师的系统这么多 从头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系统知道那么多 有我的讯息啊 教务课程 学务电算中心 总务会计 教师绩效 人事图书 目标通通有 那这里面呢 他每次给老师 教老师的课程 比如说现在已经要开学了 下礼拜就要开学了 那我们学校的课程大方 完成力已经到了97.6% 老师的课程大方 输入可以点这里 当起课程查询 这里 教学成效 学生如果在教学里面 反映所有东西 都会回到那个老师 自己都可以看 然后我的导生名单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系统 好 那我现在就用学生的 给各位看了 我现在再回到 我们的界面上 我现在先登出 必须要先登出吧 我就登出了 其实任何时候 你做一个数位学习也一样 你登进 各位记得一定要登出 登出它才会离近时间 我再把这个先关掉 先把这个关掉 从这里回来 好 我回到本校的系统里面去了 刚才给各位看的是老师的 那现在呢 我要给各位看的是属于学生的 我应该要回到学校系统去 好 www.stu.edu.tw 现在在登入了哦 他现在在登入了 登入到我们学校画面 我就从这个地方点进来 点进来以后 重跑你现在开始可以操作学生的 给各位同学看 好 现在重跑我们两个是用文章桌面连线 所以他人呢是在别的地方 他人就可以操作我桌面上的电脑 好 他就操作学生的 我们其实要跟各位讲的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再点进去 好 已经点进去了 那我们学校的学生系统好开始 重跑你可以说 好 我们登入我们的账号 然后再又 谴责我们学生 等一下 等一下 重跑等一下 好 这样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登入之后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学生 行政整合系统 学校的学生行政整合系统 刚才你说的有图书馆 对不对 对 还有one mail 还有休课选课 还有个人信息管理 是不是这样 对 好 那我们进入之后 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个选单 上面有很多项目 然后包括wismail是我们最常用的 好 那你现在能不能告诉同学一下 学校有帮你开一个email账号你知道吗 好 那这email账号呢 就是你一定要去开启学校的wismail 你才能收得到 对不对 对 好 那如果老师有寄信给你 啊你常用 你都没有一个来开学校的信箱 你是不是收不到信 对 好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做转信的功能 对 好 只要用转信的功能以后 你就不需要 你就不需要 两边的信箱一起开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要叫全班的同学 全校面级的同学 都必须先来做一个动作 叫做转信的功能 好 我们现在从webmail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箱 然后就是我们的信箱就是以我们学号为开头的 有没有 然后在左边工具约这里有一个偏好设定 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自动转信的功能 好 我们现在在设定的就是 点进来之后 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的学校的邮件里面把它设定了一个 它可以设定三个信箱 那你在三个信箱里面把你常用的信箱设定进去 然后启动自动转信功能 它这边已经打了勾尾也打进它的账号 然后按什么按确定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好它这里也有限期转记哦 限期转记 那起用以后呢 它这个就是我们不需要限期 所以你自动起用它就已经会记了 好啊我们没有启动限期转记嘛 好这个就是刚才重跑跟各位讲的 我帮他登出好了 好我帮他登出 这就是各位同学记得 第一个要去做转信功能 做转信功能以外呢 重跑你还能不能告诉介绍一下 你常常会用到的 在这个学校的系统里面 你常常会用到的 好把这个关掉了 学校的这个未必系统关掉了 好我回到这里了 好你还会用到哪一个 我们大致上学校就会用到图书馆跟 跟艺能力 还有没有 这三个最常用 然后我们在这个系统的选单里面 最常用的就是 选课 选课 可以在右下 右下角这里做我们常用的连结 向汽机车征召申请 常用选单这是 重跑常用选单这是你订的还是学校给你的 能是学校给的 要根据我们的记录去用 好 所以不错 各位同学会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图书馆 你们比较少用到研究生 研究生比较多用 第二个就是课程的选课 这是第二个哦 课程选课 第三个就是one mail 然后再来就是校园活动 你也看看学校到底有好些活动 然后再来就是 e-learning 是不是这样 e-learning我待会会说明 好 这个就是第一阶段 我跟各位讲的学校系统 如何使用 然后请各位同学记得去定义转信功能 好 这是第一段的录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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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